哈囉大家好 歡迎再度來到PC特區 我們今天要來玩一點 風之谷 應該要說新風之谷 然後現在呢 因為我家的樓上好像在進行施工的樣子 所以會有點雜音 各位不便出境見亮齁 那今天我們要測試的就是這一個星子夜 叫做夜光 那我們先來選擇我們的伺服器 好 那今天呢 要來看一下夜光的背景故事 還有它的一些基本技能 那這些是我的角色 現在我們再創一個新的 夜光 那後天我們會來測試這個天使破壞者 那我們先來測試我們的夜光 夜光一定要選擇這個責業嗎? 是的 好 我們來尋找一個地方 那我們的尋找叫 光使者尋尋尋 為什麼我們叫暗死者尋尋尋尋 對 我之前有一個職類的叫幻園 我已經取名叫暗死者尋尋 好 那就這麼光是怎麼進去 而且它叫夜光 夜晚的光芒 然後堅強 然後堅強 優雅 螃蟹的藍色 對 光光不一樣 其他都一樣 確認 喔 我現在有兩頁角色 不錯 好 就是這個 連天氣都配合氣氛 符合最後的天氣啊 為什麼我 被拖光光了 下雨天七彩等待的習慣不太好 你吃了 世界上最強的怪盜也無法偷走時間 哼 反正要打的人不來 也算是早來的 變長的打鬥 剛好今日也結束 一定要這樣急的理由是什麼呢 如何 有自信嗎 這位就是我們的暗死者熏熏 然後左邊這個是光死者熏熏被拖光光 欸 這是男生嗎 我不會選到女生吧 對自己的勝利沒有自信 這種狀況也心直口快 所以一開始我對你不滿意 這種狡猾性格果然不甘心 說真的 我們之間唯一的共同點就是不喜歡彼此 不管這個 將我們送做堆的普利底 普利特到底想做什麼 那個人是不是有什麼事啊 那麼對於分配五個人最有效率 考慮後的結果 跟全部的人都很親 所以覺得其他人會好好相處 普利特跟其他人不同 但是並不是你想像中單純的傢伙 說不定是這樣的 先話到此為止 空氣安定下來 無趣的傢伙 那麼不多說 再一次見面的話 直接問普利特 別在這地區瞎談 喔 他消失 現在只差一步 停住 這地方是我和你的戰場 喔喔喔他穿衣服了 你所持有的光能力量跟精靈一樣 是溫暖的陽光 在這個地方打倒你 我的內心覺得不太舒服 成為黑魔法師的走狗 破壞世界 我應該是帥靈精靈的口中說出來的話 如果抄著自己的夢想 是最大的力量 是瘋狂的事的話 你就同意我瘋了 但是這樣的話 你跟全世界應該全都瘋了 別在狡辯 酷娃勒 你真是一個不懂美食當前 一個美食家的心情 那麼我來配合你 喔喔 梅格諾斯 梅格奈斯 梅格奈斯 嗯哼 事情變容易了 感謝你 梅格奈斯 難道連同伴都要傷害嗎 啊打不倒他啊 Guard 這種程度還好 等的時候到了 雖然可惜 但要除掉你 沿到下次 什麼意思 沒有空跟你玩下去 這世界已經沒事了 哈哈哈哈 吸收庫瓦勒的力量 從災動中逃走 並且說 這世界 應該有其他的軌跡 但是托福少了一些事 現在集中黑魔法斯吧 現在集中在黑魔法斯吧 自虛的同伴 應該會到達神殿裡 應該趕快跟他們會合 喔 我們可以來體驗一下夜光的火力了 好 打 神殿 是暗住嗎 是暗住嗎 沒有用啊 等一下怎麼回事 喔喔喔 要暗住啦 喔超強 這已經是衝擊破的程度好不好 所以剛剛那脫光衣服是Bug就對了 還有 欸這個是 狂狼 狂狼 狂狼勇士 哇賽好多英雄喔 到 那邊也不簡單 一想像中找到 果然是光的守護者 為什麼自己一個人在這地方 普利特或精靈遊俠呢 這個傷害是怎麼來的 他們兩個先出發 說不定已經在跟黑魔法斯戰鬥 我發生一些事情 有些晚了 毛鬥士 有辦法一起去嗎 現在是在甘心我嗎 這個還挺開心的 但是沒關係 這種程度不算什麼 比起這個趕快跟去看看吧 雖然普利特跟精靈遊俠配合得不錯 但是黑魔法斯的戰鬥還是無法附和的 知道了 不要太逞強 後面一個拜託你 交給他吧 這位大姐會好好照顧你 看來普利特跟精靈遊俠已經回去的樣子 希望不會太遲 好準備囉 蛤 怎麼了 我感受到門裡有一股令人窒息的黑暗氣息 難道黑魔法斯的力量是怎樣 是這樣 要趕快繼續幫他們兩個 喔 欸這次是用CG圖喔 黑色魔法斯 欸欸欸 又有一個飛蛾屋活的傷口 欸這是惡魔殺手欸 精靈遊俠 跟龍魔導師都 普利特 精靈遊俠 你記得他們不是打贏的嗎 我記得自己來看精靈遊俠的介紹片 精靈遊俠是打贏的嗎 來啦 精靈的帶子是不是夠的樣子 精靈遊俠什麼樣子 我只是問過去了 問題是黑魔法斯 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強大 現在只剩下你一個 這是什麼 聽喔 現在我說的話 不要給你之外人知道 而且我曾經過過的封印還記得嗎 是的 我們跟阿福利恩研究好一陣子 這封印是設定為黑魔法斯 從優因納開始搶走 時間的力量 易使用 也因此 即使黑魔法斯現在很強大 也無法逃離 但是要發動封印的話 要從黑魔法斯開直 牽動時間的力量 我在戰鬥中發現後 黑魔法斯沒辦法發現 在這個房間設置的封印 現在我跟精靈遊俠 沒有辦法讓黑魔法斯使用時間的力量 已經有光的力量的話 都一定可惜 做什麼就可以了 首先要把射制的封印啟動 有力量 走過黑魔法斯 把時間總戰的力量 在這個時間 又把剩下的封印啟動 首先右邊第一個封印有留下痕跡 靠近過去封印就會顯得出他的樣子 這樣把封印啟動就可以了 現在交給我 停止的時間 在所有封印都啟動 你自動會結束 就交給你了 世界的女神啊 請示給我力量 時間停止了 被黑魔法斯發現之前 要把封印都啟動 首先去右邊可以看到 發光踏板的地方 點過去時 使用星光閃爍技能 現在要用Auto跳 齁 是要按住嗎 齁 超強封印耶 最後封印在中央階梯下方 過去又把封印完成 最後了 可惹我再給我 Open 還要再按 還要再按 等一下啦 是怎樣 是按上嗎 等一下我看一下 你要不要跟我說什麼 不行啊 是要這樣嗎 怎麼辦我有點不知道該怎麼做 我 如此一來 就把所有的封印 其實都完畢 我怎麼會完成呢 我都不知道耶 等一下 怎麼樣 怎麼樣了呢 把五個封印都啟動了 四零的四零就是把 電魔法斯移出時間的力量了 我相信 如果是光的力量 你就沒有問題 遊戲結束了 先跟你告訴你 普利特 不要擔心 就是現在 就在這裡結束 你看 你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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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門魔鬼 封門魔鬼 快死 成功能不能失去 我來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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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忘記 你一定是你的黑暗 對我講的脫殘 噢 喔喔喔 醒來了 喔這是什麼 拉尼亞 喔小蘿莉耶 那邊好像有人昏倒沒事嗎 為什麼打完就馬上跳到這裡來 是怎樣 又是經過百年的甦醒 他又復活了是不是 哇喔 這裡是哪裡呢 其他同伴呢 太好了醒來了 這裡是精靈住的都市 魔法森林附近的小森林 我叫拉尼亞 魔法森林 第一次聽到 那你有沒有聽過櫻花醋 櫻花醋 嗯好像從書的歌曲中聽過的樣子 記不太起來 分明我將黑魔法師關在封印裡 而我被困在這裡面 那時候到底過了多久啊 你知道黑魔法師嗎 啊如果是那個的話 我確實有印象 數百年更早之前 有一個叫黑魔法師的壞人 有可以分開大陸的強大力量 然後補個英雄出現 將黑魔法師擊退 替世界帶來和平 真的是數百年耶 看樣子 數百年 只是一瞬間 內心悶悶的有點噁心 也是因為這樣嗎 蛤現在在說什麼 你是 你的父母在哪裡 一個人來這種地方很危險 不知道 我是在森林的某處遇見佩妮 啊佩妮是跟我一起住的貓 對不起 我太不關心了 沒關係 因為佩妮的關係 沒有感受到孤單了 還是挺想跟人說話的 佩妮只能嘍叨 哼 我的口齒還不好 沒關係 我很久沒有遇到 在這邊遇到人 我介紹佩妮給你 要不要到我家玩 這時候的東西 是我已經過去了 我這樣能平安的活下去嗎 如果不會麻煩的話 我可以去拉丁亞家嗎 喔喔真的 真的去咧 哇塞這不是 這不是誘拐小柔力 這是他被小柔力誘拐 哇 從此夜光就跟這個拉丁亞 過得幸福快樂的日子 數年後 有一天 我剛說的話還記著吧 哇變成少女了 新鮮的牛奶一桶 烤肉用的豬肉 三人份 一個釣魚用的魚兒 還有 又忘記了 編織用的線 變冷之前要把衣服跟圍巾織好 喔對了編織用的線 有紅線跟白線吧 跟拉丁亞見面之後 痛症一直出現 是因為封印之後 光的力量消失的關係嗎 野光真笨 所以養他真沒保障 佩妮 你跟夜光這樣說對吧 這次別忘了 忘了就揍你 知道了拉丁亞 我一邊買回來了 哈哈那我出門了 陪到你前面 佩妮好好看起來 哼 拉丁亞都陪愛夜光 這是動物的差別待遇 等一下 這隻貓為什麼會說話 回來要抓一些 配你喜歡的鮮魚 嗯嗯 我是一隻 我不是一隻只會吃 只會吃貓 什麼只會吃貓 貓吃貓 但一定要抓的話 又得拜託那油膩的傢伙 又不是一定想吃 當然會 哼哼 走吧夜光 嗯嗯 走吧 跟這邊不一樣 胸口溫溫的感覺不見了 為什麼 天氣真好 這種天氣應該要去野餐 那麼要不要 買一些準備便當的材料呢 好 一些容易煮的菜 跟麵包就可以了 趕快回去 吃拉丁亞所做的便當 然後好好休息 這樣不明的悶氣 應該也會消失吧 我有一種不好的預感 欸 越走越遠了 那麼別太玩 等你喔 嗯 馬上回來 跟鬼劍 如果能跟拉丁亞 一直這樣幸福的活下去 嗯 痛症怎麼突然變嚴重 為什麼會這樣 夜光 體內的黑暗氣息 還好吧 你臉色不太好 不要靠近 喔天啊 不 他 那一 另一半黑暗的力量 全醒了 等一下 你不要跟我說你要把拉丁亞殺掉 就算你身體不受控制 你也不能這樣 什麼 還真的 我做了什麼事情 不要跟我說拉丁亞死了 拉丁亞也 家也 而且森林也 全都是我造成的 這個就是黑魔法師 留在我體內的意思 黑暗 那黑暗的力量一直沉睡在我體內 為什麼是現在 難道黑魔法是解開封印了嗎 不是這樣的話 黑暗的力量不會突然暴走 怎麼辦 失去光的力量 現在的我 我 什麼 一定是光啊 我全名都叫光思舍熏熏了 我求你快醒過來 光之爐 不能被捲入這力量 救拉丁亞 再次阻擋黑暗的力量 不會破壞這世界 即使永遠被困在封印 所以你要救拉丁亞喔 那如果我選暗之爐呢 好啦 那我就選了光之爐 這表示 我選的是對的 拉丁亞 拜託 一定要活過來啊 欸 沒事了 阿說選暗之爐會怎樣 有時我會不明的原因的感到不安 夜光不用感到抱歉 那不是夜光的錯 不是 是夜光的錯 夜光是壞人 是的 佩妮是我的錯 我竟然毀了這 這幾年間的幸福錯過重要的東西 我從封印出來 黑魔法師也有可能從封印出來 我想的太簡單了 夜光 我真的沒有關係 因為要這樣離開我的話 請不要這樣 跟夜光一起住真的很好 我現在離開是為了之後跟你一起住 我沒有辦法去除黑暗的話 連你也會受傷的 那時會比現在更危險了 跟你約定 問題解決就回來 真的喔 約定好了 當然 那時候要好好活著 佩妮她拜託你 不用擔心 我跟很壞的某人不一樣 好 我相信你 那麼該走了 為什麼想起過去 塞雷尼 你離開的資源 跟這些不一樣 只是一病 嗚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對話好了 為了阻止黑暗力量侵蝕 一定要找回光的力量 我裡面光的力量還沒有完全消失 這樣黑暗力量要支配我死 我還可以搭起精神 我要相信 穩住內心 再次回想歐羅拉所學的東西 均衡 斜條 還有抑制 暗暗力量 再次圍繞我的身體 內心總算有點平靜 這樣總算能克服黑暗內心 你只是 深呼吸 冷靜一下 你就死一等了 太扯了 我已經準備好接受無光之力 但沉睡數百年了我 沒辦法再蹲那一天內 就完全恢復 我才重新回到真理世界前 我應該先試著喚醒我的力量 對了 附近有不少怪物 為了拉尼亞的安全 就來自大清掃了 好好保護拉尼亞 如果再讓拉尼亞受傷一次 我可不會原諒你 好 好 就是這樣齁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來試一下如果說 喔 整個按鍵都要重新調整 稍待會一下 這個是6 然後這個按 等於 遠針隊是 遠針隊 遠針隊在哪 遠針隊在這裡 培養美T 專門技術活動 朋友 裝備 家族 家族 氣功會 蜜語 專門技術 專門技術B沒錯 十隻獵人 十隻獵人什麼東西啊 等一下喔 好這樣就可以了 OK 我們看按住這個有沒有用 沒有用欸 果然還是要200等的時候 才可以按住攻擊鍵 超強衝擊波 現在還不行 要直接移動之前去 什麼東西 好啦去一下好了 欸 欸 欸 怎麼了 拉尼亞 不 藍水靈 喔 喔 所以 這才是真正的任務嗎 我們必須這麼做嗎 不 拉尼亞 天啊 太可 可憐了 為什麼 好啦 算了 這我們必須這麼做 這藍色布什麼東西 聖誕節禮物包裝紙 然後呢 這樣就可以了喔 好吧 我們兩百等的時候一定會再回去了 好 大致上已經抓回戰鬥的感覺與節奏 不能強迫自己馬上恢復以前的樣子 該思考下一階段怎麼走 現在狀況下能做的事情都做了 再來需要情報 我跟愛摩法師一起關在封印裡的這段期間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跟我一起奮戰他們到底怎麼了 還好弱拉 我生命的基礎也是我生命的故鄉 到底變成怎麼樣 首先去附近的村子 你目前狀況需要聽取很多消息才會知道 人來人往的街好像都在那 被封印數百年的變化許多 如果不知道路或是迷路的話 請點擊W鍵 開啟地圖確認路 好我們去魔法森林 好了貓找誰 這個 初次見面 找我有什麼事嗎 只要我知道了 我都可以回答你 你想問些什麼 好久沒聽到這個村落了 因為我現在還小 這故事也是聽來的 據說過去是黑魔法師 五位英雄之一 精靈有俠的王國 不過封印了黑魔法師的代價 所有精靈都陷入了永久的苍綿 嗯 自從櫻花處的道路布滿農物之後 就自然也沒有看過誰出現在那裡了 好像在哪裡聽過 很抱歉 我記不起來了 可以稍等一下嗎 我應該有什麼消息可以告訴你 我想想 我就快想到了 你再跟我對話一次 你提到歐羅拉 或許有個人可以給你答案 村子裡有魔法讀書館 讀書館長 漢斯擁有豐富的知識與各種經驗 而且幫助魔法師進行轉職的導師 如果是他一定會知道些什麼 你可以去找他問問看 魔法讀書館 就在村莊正中央 很容易就可以看到 祝你好運 好 那我們現在 什麼 在下面喔 欸以前魔法讀書館在上面 哇 這裡 進去 欸 這是誰 漢斯不喜歡上東西 你好 找我有什麼事嗎 又是一個小正態 你好 我是讀書館 書童悟悟 你來找什麼書嗎 我想請教館長漢斯幾個問題 這麼巧漢斯有事 剛剛出門了 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嗎 很抱歉 我沒有辦法問他什麼時候回來 如果不介意的話 你可以留言給我 我幫你轉告漢斯 那麼請問 你聽過歐羅拉這個組織嗎 歐羅拉嗎 我想想 我好像沒聽說過 抱歉 那麼我把這個 轉告漢斯就可以了嗎 等等 我想到一件事情 你願意聽聽看嗎 雖然不知道有沒有關聯 但希望可以幫得上忙 欸 我已經15等了耶 太快了吧 在我第一天來到讀書館的時候 我要漢斯告訴我 了解自己的工作環境 叫我去公共讀書館 我把讀書館裡所有書 都一本一本拿下來看過 所以你發現了什麼 雖然印象不是很深刻 但看到那個印記的時候 他在塵埃中隱約散發光芒 你也感到一股夢名的溫暖 好像是在一個破舊的卷軸上 我不敢亂動那些物品 只敢遠遠的看看而已 可以讓我看看那個卷軸嗎 是可以 不過我不太記得準確的位置 你可以幫我去找一下嗎 因為卷軸要花點時間 不知道能不能委託你一件事 對你來說應該不是什麼困難的事 什麼東西 失竊的清掃工具 感謝你願意來聽我的請求 我希望你能幫我找回不久前 遺失了打掃工具 打掃工具 是在哪裡遺失的 不久前我打掃完讀書館 把工具放在門外 稍作休息 要整理工具時 就發現工具遺失了 我想一定是大木林之店的 皇家蝴蝶精做的好事 從以前他們就經常亂拿讀書館的東西 可惜以我的力量 只能在這裡氣到直直跳腳 我幫你找卷軸這段期間 可以請你幫我找回打掃工具嗎 真的太感謝你了 漢斯是一個很注意清潔的人 所以在他回來之前 一定會要我完成打掃工作 沒有那些工具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好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這邊 先把這個加到12好了 然後這個加3個 魔法防禦 魔星防禦啊 這個東西擴充魔力 這應該是魔力進化吧 以前法師的技能啊 光魔法強化 魔星防禦放在 欸 直接自動加欸 那我不就每天耗MP 擴充魔力 欸這是什麼 為什麼可以主動 欸 這是被動技能欸 那我們就放在這好了 然後閃光順步 OK 我們好了 那我想我們今天的實況 就先到這邊囉 那之後夜光在二轉三轉之後 有什麼更強的技能 我希望就各位玩家自行去測試啊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在影片的下方按個讚 並且在影片下方留言的地方留言 然後記得在Youtube那邊也按個喜歡 在Youtube的地方按個訂閱 記得在社團右上方 頭紅子的地方打個勾 隨時訂閱我的社團 以及隨時訂閱我Youtube的頻道 隨時跟蹤我影片的動態 那麼我想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先到這邊囉 然後最後 再見囉 再見囉 掰掰